酷 好喝的果子就是酷 一掌就酷畢了 如果真受騙的話 私家我會傳授給你一些 不要防止被騙的技巧 你要喝妹他包子 因為那個包包看起來 真的會比較利品 哈哈哈哈 小鎮愛馬士大戶 只在專對買 秦王私家他也是受害者 私家也是自己好朋友 我覺得他的個性上面 不會故意去買假的 如果真受騙的話 私家我會傳授給你一些 不要防止被騙的技巧 你要喝妹他包子 因為那個包包看起來 真的會比較利品 哈哈哈哈 一人王私家被質疑 拿找包上節目 網美茶點點網美 目前他一把白色愛馬士送宴 也安排了粉色愛馬士的時間 這個包包貴上是30出頭 你知道我拿多少錢嗎 所以你們就知道 如果他是假的 我XX翻那個代購 你弄他獨中18代 但是類緊急宴包結果還沒出爐 情況已經不是一種包的問題 而是 你包包包包包包包了 你為什麼要騙我嘛 你知道我從別人嘴裡 聽到這些事情 你知道我多傷嗎 你知道對我多傷 小紅書自稱是香脈兒中古包店家的網友 懷疑王私家無十多萬的香脈兒包 形狀 logo 相鑽數量都與正品有所差異 接連把王私家展示櫃的包都拿來做真假對比 Coco Chanel 當場一般這場酷Chanel啦 酷 好喝的果子就是酷 一掌就酷幣啦 身為愛馬士專業戶的小禎 收藏至少30顆 5月8號出席活動時 對於王私家捲入假包爭議感到心疼 如果真的他是被代購騙的話 他也被騙90萬耶 那他不是受害者嘛 那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對他 如果這事情是發生在你們身上 更何況如果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討論王私家的事情 可以讓你心服更美滿嗎 可以讓你考試100分嗎 所以每一次誰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去講任何的什麼話 我私底下會關心他沒錯 但我覺得這 不是我們足以去批評論斷人家的地方 會擔心會爭畏 如果是在專櫃應該還好吧 專櫃爆出來還假的 也沒辦法啦 我覺得代購第一風險也高 再來是 因為代購現在真的炒太高了 我買最貴的包來購買 因為我都在專櫃拿 很難這樣子講耶 因為你說像Mini Kelly 那麼小的一個包 他也要那麼貴 可是他有一個大的 價錢也差不多 那你要怎麼比較 有傳承給黑媽媽嗎 當然啦 全部 是以後讓他有一些東西拿去盪嗎 支持正版 記得要去百貨公司嗎